我之前買了一層樓 但買了一層樓 跟著下來才是重點 你要去攻 你要去面對 究竟你要賺多少錢 要供多少錢才應付到 這是另一個考驗 現實與夢想難以平衡 以棒球員身份加入影圈的胡子彤 也面對過同樣的難關 他全職打棒球的時候 試過每個月只有幾千元的收入 為了穩定的收入 他更加考慮過去考消防員 我從十五歲開始就已經 有去球會幫忙教球 做教練 一直都是想著 試試做全職教練 他可不可以維生 那個年紀的想法 當然是覺得 可能有萬宗的蚊給一個人洗 但隨著年紀大 見到的事情多了 想的事情不同了 我發現 可以這樣下去了 再加上可能 因為剛才你也說過 我教球可能是 收入不穩定 或者可能出現有一個 可能我教成年 下年我才會有 出糧的情況之後 我每個月可能只有 幾千元 兩三千元的時候 那我怎麼辦呢 就是去到那些位的時候 就發覺 不行了 真的要放下要改變 後來胡子彤有幸獲得主演電影的機會 成為香港新一代演員 今次近在電視劇中飾演地產經紀 正當年輕人面對置業難的問題 原來他靠良好的處竹習慣 幾年前已經成功上車 我自己很幸運 因為我和我哥哥在早幾年 已經買了一個居屋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爸爸媽媽他們是一個 相對懂得理財的人 他們很知識的 希望把那些錢給我和我哥哥 或者是他們會去投資 去把舊錢變大 所以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之下 我就覺得是應勢得勢 譬如買一樣喜歡的東西 你就自己去想辦法去吵 就不要想著想買的時候 思想未來錢 買了才算 從小到大媽媽就有這個概念 我之前買了一層樓 但是買了一層樓 跟著下來才是重點 你要去供 你要去面對 究竟你要賺多少錢 要供多少錢才去應付到 這個是另外一個考驗 年紀輕輕就成功上車 胡子彤坦賢自小學望組織家庭 才甘願做樓奴 他認為買樓不代表成功 也明白年輕人不想被層樓 綁著青春的心態 我爸爸媽媽那個年代 就是他們真的一分耕耗一分收穫 他們做一些東西 是真的可以買到一層樓 但是現在的風氣可能是 我賺多少用多少 我會在當下享受就可以了 所以我有些朋友都 他們沒有想過買樓 喜歡去旅行 我想租樓 我想租樓 我就租樓 他們不會願意把一輩子的時間 放在樓上 再加上現在真的買樓 被人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想買樓 可能是千人算夢 天風是譚明 要不就有 就是富二代或富幹 但是我又覺得 我尊重他們 我也理解 因為我自己 承受一些壓力的時候 可能如果我有多少錢 我做他們的事的時候 我會怎樣呢 會不會開心些呢 但是我又覺得是個人選擇